着热艳阳高挂空中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周六记录到今年以来最高温 达摄氏50.8度 热到爆的还有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 周一气温飙到摄氏46.6度 这之前当地整个7月 已经天天都超过摄氏43度 热浪容易引发野火 希腊北部爱佛罗斯州 连日来已经烧毁超过7.7万公顷土地 成为今年欧盟境内最惨野火灾情 40岁的蜂农欲哭五类 雅典附近的帕尼萨山也受野火所苦 当地居民自掏腰包买热成像摄影无人机 定期检查温度变化 提早试镜 降低未来野火再发生几率 同样在南欧 意大利北部面临爆红 知名景点科莫湖周遭道路 遭土石流冲断 奥地利山区也是大雨成灾 当地社区形同孤岛 在中亚国家塔吉克 中日暴雨引发土石流 造成至少13人死亡 当局警告 二次土石流风险依旧很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